这个少年能变成近期的巨人 艾伦做巨人化实验 结果艾伦变成巨人后 竟然骨瘦如柴 连肉都没有掌权 人还漏在外面半截 这什么情况 难道艾伦变不成巨人了吗 这个囚犯只有骨气 指甲被拔光 也不肯交代幕后人 但这难不倒行星官 行星官故意当着他的面 将他同伙压走 并在牢房外面 命令他念提前洗好的供词 瞬间囚犯就破房了 第二天就供出了幕后人 等到两人关在一块 囚犯直接手掐通火 你竟敢陷害我 等到星星官讲出真相 囚犯瞬瞬瞎眼 他贪注在地上 直骂星星官是恶魔 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从头讲起 埃尔文率领调查兵团 将艾伦从莱娜手里夺回后 便被利维尔时刻带在身边 这天 韩基叫艾伦做巨人化实验 结果艾伦变成巨人后 竟然骨瘦如柴 连肉都没有掌权 人还漏在外面半截 实验再次失败 众人赶紧去救艾伦 没争想艾伦居然都毁容了 韩基又惊又歇 三力的快挤出心脏病了 一刀就将艾伦救下 利维尔忧心忡忡 让艾伦使用硬化的能力去土墙壁 这事有点悬难 下午韩基通知众人 神父惨遭杀害 凶手极有可能是中央显明团 众人都很惊讶 照此看来 中央很忌惮 神父是否将墙内秘密 透露给了调查兵团 所以赶到神父开口前 便将他杀害了 就在这时 传领兵带来阿尔文的命令 要求利维尔带众人立刻撤离 众人前脚刚走 后脚就先兵团来搜捕 真是太危险了 众人转移到后山上 利维尔告诉众人 中央要压走艾伦和西斯特利亚 接下来很有可能要火拼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利维尔决定 将艾伦和西斯特利亚 转移去托勒斯特区 第二天 众人前附近西洛斯特区 走着走着 利维尔就发觉不对劲 回头一看 竟然有辆马车急扯而来 瞬间就将艾伦和西斯特利亚绑走 然而众人根本不慌 因为真正的艾伦和西斯特利亚 正秘密行驶在城镇另一头 至于贾艾伦和贾西斯特利亚 就委屈杖和艾尔敏了 没想到艾尔敏竟然惨遭嫌疏手 杖都快气炸了 这种破事我再也不干了 外面利维尔将这边交给三利 他去艾伦那边 完事以后会合 三利在角落埋伏 等到歹徒出现 一记重气刻骨 拿下滴滴血 接着一招没人被摔 斩获双杀 再是一招回旋直踢 歹徒空中翻滚720度 倒地不省人事 四名歹徒很快就被拿下 三利这才发现 竟然是那个黑心会长 艾伦这边马车被人群堵住 利维尔和布侠暗中护卫 突然之间 有人爬上房顶 竟然还端着枪 利维尔瞬间反应过来 急忙让布侠快躲 然而以为是一晚 一声枪响 布侠当场里面喝饭 利维尔赶忙躲起来 再次目睹布侠牺牲 利维尔痛心不已 这时 一人一发揽成速射 杀向了利维尔 利维尔一眼认出这张脸 歌喉者凯尼 利维尔赶紧找艾伦 就见马车也被对手控制 艾伦和西斯特利亚也被麻醉 这要去营救时 突然就被堵住去路 利维尔一个缆程击刹车 躲过了致命引擎 接着赶起急跑 在小巷里疯狂闪电 枪林弹雨愣是打不撞他 不愧是最强人类 关键时刻 利维尔趁离路边的酒馆 凯尼瞬间追了上来 嘲讽利维尔 怎么还没有长高 然后他就抄起凳子 将走柜砸了个稀巴烂 老板都感动哭了 利维尔通过酒杯反射 锁定凯尼的位置 抄起现弹枪都打 凯尼直接被轰出去 差点都被暑架打成筛子 利维尔钻出酒馆 一发缆车勾筛 将敌人勾到面前 当护盾 当下着波火力后 一气中斩 以牙还牙 利维尔赶紧去追艾伦 途中正好遇到众人赶来 众人还不知道这啥情况 只见利维尔在大开杀戒 众人都开懵了 这是做什么呢 利维尔见到众人 直接下令 去追艾伦 阻拦者一律处决 千万别给我手软 众人只得服从命令 阿尔敏和杖登上马车 妹子正要开枪 三里直接踢翻 让拿刀警告妹子别乱动 妹子翻过身 直接将她的钢刀起飞 让一屁股坐在地上 然后就被妹子反制了 紧急关头 阿尔敏果断开枪 妹子不幸阵亡 但却就下了让 就在此刻 敌方圆军赶来 眼看就要火力覆盖 利维尔和兵长 立刻炮走杖和阿尔敏 下一秒 马车就飞奔进城墙 追击战失败 利维尔拼命拦下 否则三里也会打进去 众人只能暂且修正 让和阿尔敏痛苦万分 以往作战都是杀巨人 今天却是面对同胞 两人背负着罪恶感 利维尔安慰俩人 要想保护同伴 就必须去击倒对手 无论对手是巨人还是同胞 都必须去战斗 众人逐渐冷静下来 而利维尔还要正式 他与会长进行交易 只要会长帮助利维尔 他就会竭尽全力保护这座城镇 会长见利维尔很真诚 便决心赌一把 于是会长和儿子 带上先兵团的两名负责人 去到指定地点 等到二人反应过来 就被三里奏用了 只可惜会长被赶紧杀掉了 而他的儿子较劲逃过一劫 先兵团的负责人 大猪残刀关押 身绑辣椒绳 定下老虎凳 简直生不如死 韩基拿起钳子就要动手 大猪都吓坏了 利维尔提问三点 一 埃伦和西斯特利亚的下落 二 贤兵团为何要抓他俩 三 雷斯家族是咋回事 没料到大猪竟然闭口不言了 那就只好动情了 这残酿声 牢外的众人 听得头皮发麻 出乎意料的是 大猪的指甲已经全部被拔了 居然还不肯交代 还真是有骨气 利维尔很清楚 这是碰到硬骨头了 就算结束大猪的生命 他也不会交代的 既然硬的不行 那就来转的 两人撤离牢房 故意没将牢门关上 当着大猪的面 将大猪手二猪带走 利维尔表示 大猪马上就惊了 紧接着 二猪在利维尔的威胁下 被迫念起 含吉西奥的供词 大猪彻底破防 隔天 两人又来折磨大猪 大猪直接担牌 这下全员震惊 墙内的真正王室 竟然是雷斯家族 而西斯特利亚 作为雷斯家族的后代 将来是有资格继承王位的 那么抓住艾伦和西斯特利亚的人 便是罗德雷斯 他是雷斯家族的掌权者 也是西斯特利亚的父亲 多年以前 罗德和女婆 生下了私生女 西斯特利亚 一直将她遗弃在农庄里 玛利亚城墙被攻破后 罗德来接西斯特利亚 意外的是 凯尼带人突然出现 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将女婆杀害了 而西斯特利亚 则再次被罗德一切 改名唤醒流落时间 得到真相后 韩吉将助兄弟关在一起 大猪直接上手 非得掐死而住 等到韩吉揭露真相 大猪傻眼了 瘫坐在地上泪流满面 指满韩吉是恶魔 迟早会自吃恶果 众人立刻分头行动 韩吉向艾尔文汇报 利维尔则带众人去营救 此刻 艾尔文这和比克西斯 密谈重要计划 艾尔文提到他年幼时 父亲曾告诉他 107年前 逃进墙内的人类 都被王篡赶了记忆 所以很少人知道墙外的秘密 而因为泄露秘密 艾尔文的父亲也意外身亡 这时韩吉感到 他将情报告知了艾尔文 艾尔文的想法得到印证 西斯特利亚 确实是雷斯加都的后代 确定这一关键信息后 比克西斯同意艾尔文的计划 很快艾尔文被压去王都 接受最高审判 高层早就给他定好罪名 只等他来 而在王都外面 竟然都打起了处心台 要将艾尔文当众处决 艾尔文走进一阵大厅 跪倒在王面前 他的眼神无比坚定 那么他的计划能成功吗 我们下期接着说 本名叫《禁忌的巨人》 是第三集第一到第四集 本期问题 如果大家是墙内的王 是选择安然与墙内的世界 还是选择去探索墙外的世界呢 安然的扣三个一 探索的扣三个二 把你的选择发到评论区哦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不乐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